其實以她的年紀 她算是我們現在 現場裡面最小 但是 她其實有一些 老的痕跡在 就是所謂的紋路 就是她的眼周 而且她可能最近比較累一點點 她有一點黑眼圈 然後有一點點眼袋 然後你會比較明顯看到她的 法令紋 而且老師 妳是要幫她挑戰 法令紋比較明顯的那一邊 對 假的 因為她這邊 妳這一邊比較不明顯 那一邊比較明顯 而且她的眼周 其實狀況比較多 這種就是代謝變慢了 對 新陳代謝變慢了 還有就是皮膚的彈性 怎麼了 已經軟結偏了 沒有 循環變得比較 不好 比較循環一點 所以 趁萱萱現在很年輕的時候 其實她可以再加強 然後我幫她準備的是 這兩個產品 看起來好厲害 對 看起來很像 很像一起蒸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眼霜 然後這是一個精華油 然後最特別的是 其實這個品牌 大家應該對她不陌生 她們家有一個很棒的精華原液 叫做E7原液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她今年有得到我們的粉美賞 的一個肯定 這是她的新產品 一個新的眼霜 跟新的精華油 這個眼霜 同樣有她們最厲害的 那個E7生態 它是17個胺基酸的鏈結 大家應該有聽過什麼 三生態 四生態 五生態 六生態 不同生態的組合 可以幫助我們去改善 不同皮膚的老化狀況 你把皮膚想像成是一個房子 房子裡面不是要有鋼骨 把它架起來 然後再填水泥 對 然後才蓋得起來對不對 對 所以那個E7生態就是 可以去幫我們去補足 這些東西 它會去刺激 我們去長出膠原的纖維母細胞 讓它去長出更多更多的膠原 所以智本 對 那這一支眼霜 它怎麼用 它那個頭 對 它怎麼用 這個其實你看它有一點黏稠 可是 你們等一下試試它的質地 非常清爽好推雲 來 我們說眼周的幾大問題 要嘛就黑眼圈 眼帶 浮腫 紋路 這個統統可以解決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除了我們說E7生態之外 它有一個 叫做 隱橫微創科技 隱形的隱形 就是它那裡可以這樣點點點 然後把它均勻地抹勻 然後這個隱橫微創科技 它可以三階段地來幫你 解決我剛剛說的眼周所有的困擾 比如說它第一個階段 它會先用調控 然後老化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你發炎了 所以會讓你的循環不好 你的代謝變差 所以你就會有黑眼圈 你會有色素沉澱 所以它先用調控的這一個 關鍵讓你的皮膚 循環變好 所以你的黑眼圈就會慢慢地變淡 接著再利用合成 合成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E7生態 加上3生態 6生態 這些符紋的成分 所以你擦的時候 像比如說星星我在幫你擦的時候 你就很簡單 眼頭 往眼尾 然後有點順勢拉提 然後最後呢 我們剛剛說它不是要抗光傷害 所以它還有一個叫防禦的機制 就是可以抵抗藍光 或者我們現在很多3C的光源 讓你的眼周不那麼地疲憊 感覺它的黑眼圈已經淡了 已經比較亮了 真的假的 妳可以看一眼 有 比較抵抗 所以我們今天就幫它 做這個比較嚴重的這一邊 然後一次你就會發現 它就是有明顯的一個淡化的效果 這個是眼睛的部分 接下來全臉也要幫它改善 用的是同系列精華油 精華油是當精華液的步驟嗎 是嗎 我建議如果說你現在有用精華液 你就把它在精華液之後使用 如果你沒有用精華液 就把它當精華液 對 就是化妝水 化妝水 它的味道好舒服 味道很舒服對不對 對 所以 媳美姐那就是正確的使用法 一定要先抹 一抹開的時候先嗅聞一下 還有一點點薰衣草精油的 很療癒對不對 薰衣草精油最大的特色就是 安撫跟鎮定 所以它會讓你的情緒 比較沉穩一點點 比如說有人都說我睡不著 就聞一點點薰衣草 或者放一點薰衣草的薰香 所以像萱萱現在的年紀 其實很多人都說 她一定要用老化的 抗老的肉材 的確一定要 對 保養有沒有差 看了就知道 原本鬆垮有細紋的肌膚 跟濃郁的黑眼圈 瞬間就消失了 這樣緊實又烹飪的肌膚 才是萱萱的年紀該有的